佛号公德不思义 公稿人 程万德 我父亲是可言老和尚的归依弟子 我们称呼他老人家师公 多年来与师公有过很多接触 留给我们很多感动 但是我们真的不懂写文章 仅值此机会和大家简单讲几件事 表达一下我们对师公老人家的无限感恩之情 也和大家证明一下佛号公德的不可思议 舍旗居士林在南城外 秘伦赵河 地势很低 每年顺旗的时候都有很大的危险 2004年仲夏 当时师公住在居士林 赵河涨水 屋被淹没了 幸好师公有先见之明 提前搬去他的一位归依弟子 张春华居士家站住 张居士家的庭园好心 觉得阴阴沉沉的 后来师公跟我们讲起 他第一晚住进去的时候 屋里面众生特别多 一个个都站在床前听老人家念佛 师公慈悲 就坐在那儿 经医院检查后 是第一腰追骨折 特别在晚上痛得更厉害 第二天 师公就知道了 老人家马上来我家探望我 入屋跟我讲的第一句说话是 你要好好念佛 佛号能够止痛 俗语讲 恨病吃药嘛 我于是就一声跟着一声地精进念佛 果然 很快就不觉得痛了 没多久就传愈了 一百日左右的时候 竟然就可以开车了 这个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奇迹 我亲身感受到佛号功德的不可思议 师公不喜欢讲话 除非是讲起念佛 凡是亲近他的人 老人家都要劝他好好念佛 说一定要念到功夫成片 才能够自在去西方 每次我去探望他的时候 老人家一定会闻起我父亲的身体状况 和念佛情况 每次见我父亲 都要祝福他精进念佛 求生西方 2012年 我父亲88岁 初春的时候 师公就说我父亲过不到冬 要抓紧时间老实念佛了 7月中旬的一日 我又一次劝父亲要好好念佛 求生西方 父亲听了好高兴 跟我说 你都要好好念 我们都要去 7月19日 父亲就往生了 我太太亲眼见到她坐在莲花上 现大比丘上 因缘生案 南无阿弥陀佛 听说明代高增 潮魂法师不识文字 他为万力皇帝之母做超道 只拿一个番 而登坦而登坦说计约 我本不来 利却偏外 不随罪根 超声天界 然后宝负 然后念微陀 然后念仪陀 圣号几声 就乐坛对万力皇帝说 恭喜皇上 太后已经解脱了 万力正在疑惑 太后在空中现天人上说 如此看来 那些听言公念佛的众生 相信也得生善地了吧 但是老人家就并无多讲 言公其实不喜欢谈论稀奇神通的事 有时和有缘人略讲一些感应 亦都是为鼓励其人坚定念佛的信心 从来不会因此而讲出半句过头的话 由得道高僧为他称念佛后 殊性自然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如果讲往生极乐之事 毕竟仍是自家吃饭自家饱 自家生死自家了 欧益大师若 得生与否 传由信愿之有无 自己对淨土生不起信愿 即使观音大事为我们念佛 亦是爱莫能助的 师父上人说过 单凭超度的力量 即使是观音细致 文殊普言一流的菩萨 最高亦只能将众生超度到韬利天 再高一层的夜摩天都不能够 何况在往生极乐世界呢 所以我辈当奴记 是心是佛 是心作佛 只应老实念去 不可心爱旁求 佛门有连与云 王德生 我第一次见老和尚是2012年初春 在二乌念佛堂 因为我这个人头脑简单 说话想怎样说就怎样说 所以老和尚见面就批评我 你管好你的嘴 不要乱说话 我听了之后 心里面对老和尚感恩不尽 明白老和尚真是把我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 所以看到我的错误 就马上指出来了 我和老和尚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自己就好像一个小孩一样 总是在他面前吐气 跳皮 总是吐气地一次次问他 你见过阿弥陀佛没有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说话 老和尚每次都说 老佛爷不允许说 现在想起来 老和尚几乎一直没有对我说过什么圆妙的说话 只是教我念佛 始终到底就是教我要老老实实地好好念佛 2012年秋 在二乌念佛堂 老和尚对我们说 南洋人有福报 因为学佛人多 学佛人也都有善根 因为没有善根念不到佛 跟着老人家为我们说了 《法花经》中一声南无佛 加以成佛道的公案 说起念佛 《法花经》中一声南无佛堂 老和尚头头是道 一声不乱 怎样跟你说啊 没什么说 我听了之后觉得非常震撼 从梳化里站起身 忍不住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谁知一激动 两只手又不由自主地做手势 老和尚当时就批评我 你不要指手或脚 用嘴说 手不要说 我马上醒悟到 这个都是自己的傲慢 杂气又表现出来了 所以对老和尚的慈悲止症 感激泪流 刘居士问他 你没有得过什么大病啊嘛 老和尚说 我全身找不到没有生仓的地方 一路抬起右臂给我们看 一路接着说 你看看 这儿生仓 生得寒暮都没有了 刘居士问 那是怎样好回的 老和尚笑着说 我都没有去看 只是顾着念阿弥陀佛 自己就好了 刘居士对老和尚说 他们想问问你 看看你念佛 有没有念出什么境界 老和尚说 有什么境界可以跟你说啊 旁边的吴居士忍不住插嘴说 和我说一说吧 老和尚微笑着说 未到时候呢 现在没办法说 吴居士还是好奇地又问了一句 那你见到极乐世界没有 老和尚想说 你见到什么 你见到什么 老佛爷跟你说了什么 都不要说 洩露天机被雷劈的 你如果见到谁都说 下一次他永远不跟你说了 你如果是出家 在戒坛里面 应该怎样修行 他都会跟你说到 喜欢出家的可以出家 不喜欢出家的 你可以做个老齋工 好好念阿弥陀佛 什么时候念到一心不乱 老佛爷会跟你稍微打个招呼 不要说 你如果修行好 人家心里面都有数 都看着你 看着你 好好念佛 在我印象当中 老和尚一直都是行信众生 从来没有说我要做什么 比如刘居士 每次和他老人家 安排去参加什么活动 他都没有推迟过一次 没有想过自己 只想着令众生生欢喜心 每次出去放生 或者参加什么活动 都需要很长时间 遇到老和尚的人 都想和他单独拍照 老和尚从来没有拒绝过 逐个配合 一直保持笑容 往往一搞就几个钟头 就是年轻人都受不住 曾经有一次 我车他回念佛堂 下车的时候 老和尚不好意思地说 把你的车弄湿了 我问他老人家什么事 老人家说 尿湿了 我当时很惭愧 眼泪马上流了出来 老和尚处处为人着想 没有厕所 他老人家忍住了 满足大家的愿望 但是我们就没有去真正用心体谅一下 这位一百多岁的老人家 老和尚不喜欢麻烦人 他只要来南洋 我就跟他说 你有什么事 就叫他们随时叫我 我随叫随到 想去哪里玩 我马上就车你去 但是老和尚一次都没有出去玩过 需要到西匣院去买念珠 和人结缘的时候 他提前几天 就会问我最近有什么事情 一定是听到我说不是太忙 他才告诉我他准备去的日子 每次我送他回寺院 他老人家都一定会给我一些番薯 花生之旅的土特产带回去 为了令老人家生欢喜心 我每次都乖乖地欢喜接受 生活当中 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跟老和尚冲的几次粮 第一次是在异乌念佛堂 因为条件有限 不是太方便 所以后来老和尚再需要冲凉 我就请他到我家去冲 有一次在我们家 我和老和尚冲凉 留居士煮饭 我妻子回了工 家里面就只有我们三个人 留居士和老和尚想买的内衣 放在我车里面 忘了拿出来 我和老人家洗完糧 要换衣服的时候 突然想起了 就对他说 你坐在这里等一会儿 我下去拿衣服给你换 然后就急急忙忙到楼下 结果一不小心 就把门关了 关了之后 我心里面马上就反应过来了 没有拿锁匙 开不了怎么办呢 我先下去把衣服拿上来 心想 叫留居士 但是心里面又有个顾虑 怕他不清楚我在哪里叫他 就去开洗澡房的门 我着急地去领门的把手 结果门突一声自己弹开了 我当时激动得很紧要 心想 这个一定是佛菩萨加持 佛菩萨是在这里告诉我 只要你心诚 不是为自己 佛菩萨一定加持你 帮你把门打开 迷人口说 智者心行 老和尚的修行功夫 不是用嘴去说 人家是真的做到 令善学的人自己去体会 老和尚住世的时候 我很惭愧 没有从他老人家身上 学到更多的东西 现在我每天都坚持念佛 反复听老法师说的大经解演义 每天都在那儿检查我自己 要求自己的每一点 每一滴都要向研工老和尚学习 所以我对自己将来往生淨土充满信心 阿弥陀佛 这篇是根据末学 采访黄德生居士的视频整理而成 采访中 王居士曾几度耿烟 他直人直语 热心热肠 令抹壳甚为感动 实负黄居士对研工体贴入眉 研工法体入缸之前 仍是他亲手为老人家沐浴 相比之下 抹壳就心觉惭愧 自叹不如 一分成敏得一分利益 一分成敏得一分利益 研工生前最不喜欢批评指责人 王居士和研工初次见面 就能够博得老人家直言规劝 必是其成竞所感 孙子劝学中说 没有人啟问就教导人叫做急躁 问一而答二 这叫啰嗦 浮躁是错误的 啰嗦也是错误的 君子答问应同回声一般 不多不少欺度好处 以佛法最重私道 所谓指闻来学未闻枉教 佛菩萨虽是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 若无众生请法 他亦不会无问自说 研工在的时候 我背凡夫对面不适 好少有人请法 如今末学 向好多人问及对老和尚的印象 竟然好少有人谈及智慧两个字 没学猜想 众人 须听师父上人不厌其烦感赞叹言功 恐怕论及智慧必怀疑惑 却不是无量受经喜信论程度 不到民殊至海 难入普言行门 言功若无超人智慧 行辞焉得如此圆满 我今实言告语 此文所寄答问 有言功生辞是贫可证 字字有据 绝无虚言 唯愿狐疑者速断狐疑 欠望毁谱者立生忏悔 古城王庙有传统对联弱 指示骂个道打个争 就者搬者搬 若毁性磅言那还了得 不过吃口肉喝口酒便如此如此 唐坏心独胆 怎么让疑 人生人死住生前 宫稿人 炉水库 2012年中秋节之后 我们夫妻两个人带着孩子 一起去探望因缘生老师 老师带我们去来佛寺参拜肉身菩萨 结果在寺院遇到了南洋油田的两位居士 洛阳的一位居士 铸马店的两位居士 江苏一位居士 和陕西的一位居士 当时寺院还未出名 很少有人去 印字法师说 我们从好几个地方聚集在来佛寺 也不知道是多少生多少劫的缘分 所以我提醒大家 在一起打个佛七好不好 大家一致赞赐 一日晚饭之前 老和尚在那里劈一个树根 我们一群人就围着老和尚 请老和尚开试 就是因缘生老师在海会圣言里面写到的那一段 我看到老和尚的手被拆损了 蹲下身就对老和尚说 你不要再劈了 手都流血了 老和尚抬起手来 看了一下 轻轻地说了一句 就是爹地对去 你怕什么呢 引到大家红堂大笑 印山师傅来请老和尚吃饭 老和尚说 先放在那里 摊冻一下 我把它劈开再去吃 印山师傅搶了老和尚手里的工具 就说 师傅你去吃我来劈 然后就把斧头砍在树根上 用锤砍砍斧 老和尚说 慢点 慢点 不要把斧头砍坏 说话一说完 斧头病真的被砍断了 老和尚一点都没有埋怨印山师傅 站起来笑着招呼我们说 走吧 我们去吃饭 佛七圆满之后 我们一家三口 并没有马上离开 打算在寺院住一段时间 想不到 这一住就令到我们有幸见证了 延公老和尚最后的一百日 我儿子那年五岁 非常滑 我们去念佛的时候 老和尚就在疗房里面 一面穿二米珠子 一边就替我们照顾小孩 经常是老和尚很不容易才穿起一串 就被小孩一手刺在地上 滚到整地都是 老和尚一点都不生气 一粒粒执起来 重新再穿 在老和尚往生前没多久 他静静地把堆在通往塔苑路上的粟米粘 一粒地搬去塔苑的长角 印字师傅看到之后 就说 不会阻止 劝他老人家不要搬 老和尚就不听 印字法师只好叫大家一起去搬 搞了两天才总算搬完 老和尚又把路上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们当时就不明白 因为老和尚只是做些无用的事 老和尚往生之后 当我们将他的法体抬去塔苑的时候 我才仿然大悟 原来老和尚是在为自己开路 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 我去塔苑请老和尚吃午饭 看到他正在将原墙边一堆断了的砖 一块一块地搬到自己的塔边 而且整齐地摆放起来 老和尚看到我 就对我说 快点帮我把砖头搬来摆好 我们两个人在搬砖的过程中 印字师傅派人来好几次 请老人家吃饭 老人家都没有答应 我当时还在想 老和尚原本不是这样的挖脾气 这几天为什么这么固执呢 等老和尚往生之后 印字法师买砖头和老和尚封塔 这个时候大家才顿时明白了 老和尚的良苦用心 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意浪费 把这些断了的砖搬到塔边 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的 老和尚往生前一日傍晚 我们几个居士和印字法师 一起在讲经堂 听老法师说大经解演义的光碟 听到老和尚在自己的疗房里面 敲着人庆念佛 平时这个时候 他老人家就是在疗房上香拜佛 敲人庆念佛 但是时间都很短 而那天敲的时间 就远远超过平时好几倍的时间 我还对身边的吴居士说 老和尚今天 为什么一直在敲人庆念佛 是否有些异常 吴居士亦说 是呀 不过 仍然没有放在心上 晚上吃完饭之后 老和尚跟平常一样 很早就休息了 翌日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致院常住的一位老菩萨 起身去厕所 看到老和尚疗房的电灯 已经亮着了 等我们做完早课 去叫老和尚吃饭的时候 发现老和尚躺在床上 所有衣物都整理得整整有条 而老和尚平时是绝对不睡懒 在睡觉 衣物是从来都不接的 印山师叫了很多声 都听不到老和尚回应 等到走近去看的时候 才发现老和尚已经往生了 因为老和尚的辩户 已经拿到了厕所 所以可以断定老和尚 应该在起床 做完早课之后 又睡上床 我一定要以老和尚为榜 将生死大事握在掌中 并在生前 因缘生案 南无阿弥陀佛 2012年冬月十六 奴居士一家三口去到我家 我问起老和尚的身体 奴居士说 前几日太冷 老和尚有点腰痛 我拿了一个随身垢 和两盒挨垢 等奴居士回寺院时 带给老和尚用 奴居士临走时 问我什么时候去看老和尚 我随口说 这两盒挨垢 差不多一日用一条 能够用二十日挂 等用完的时候 我就去看老和尚了 立月初六凌晨 我正在起床 奴居士打电话给我 说 老师你过来吧 老和尚走了 这个令我此料不及 正准备去探望他老人家 我还以为是奴居士没有说清楚 就仍然抱有希望地问了一句 你说老和尚去了哪里 奴居士说 老和尚往生走了 我即时一若而起 我即时一若而起 以权随空 累如全涌 论语里人篇第二十一章 只若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一章以起一章以拒 夫子提醒我们 对于自己父母的年龄 做子女的不能够不知道 因为人生苦短 子女成人自立之后 父母亦逐渐衰老 尽孝时日已无多 之所以之之而起 是起在相亲高寿 子女由可承欢失下 之所以之之而聚 是聚在父母年岁越高 在世之日越少 心具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不测自幽 所以奉事相亲 需要更加谨慎 没学再度惭愧 倾尽三江五湖水 难逝今日门眠修 奴居士为人厚道 没学坚信他的说话 诚实无虚 如他所说 言公往生前几日的种种非常举动 足证老人家已经是愚之归奇了 南洋六方佛堂的燕城本老居士 曾经对言公说起 你老人家往生的时候 我们去同你助念 老和尚说 要人助念 那就是不相信佛 他走不了 我到时候不用人助念 我自己就走了 可见老人家早已是成足在空 生死自在了 罗念音状元 省世诗一首 今负于此 欢声欢怀过几年 人生人死住生前 随高随低随时过 或短或长莫愿献 家富家贫忧叹识 自无自有种游天 平生衣食随缘好 才得清闲便是先 连池海会愿相逢 公稿人榮博 2013年元月13日 我和二污念佛堂的刘居士 父居士 曾居士 和张居士一行五人 到捨其院来佛寺 拜访112岁的上海夏言老和尚 那天的天气特别晴朗 寒冬立月的天 却令人感到非常温暖 我和刘居士 进入老和尚的疗房 看见到他老人家 正拿着一个颜色 已经发黄的宝仔 我们拿过来打开一看 原来是老和尚 受大戒的戒碟 老和尚见到我们 显得非常欢喜 又拿出几张上个月 刚刚拍的相 送给我和刘居士 每人一张 看着慈悲的老人家 我好珍惜他的一切 于是好小心地 将那些相放在自己 特别的一个袋里面 我们将送给寺院的 《若要佛法卿》 唯有《增赚增》这本书 从车上卸下来的时候 留居士拿了一本给老和尚 老人家一听到书名 就非常欢喜 真是好像留居士形容一样 好像见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一样 即刻拿出一件新的袈裟 好庄重地 穿袍搭衣 又好仔细地 将身前身后 每一个细节都检查整理一番 然后才说 我拿着这本书 你们和我拍一张照片 大家看到的那张老和尚 雙手捧着增赚增的相 就是那一瞬间 留下的完美定格 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 就仿佛听到老人家 在那跟大家说 若要佛发兴 唯有增赚增 我们几个正在里一言 我一语地向老和尚请教问题 忽然间 我发现老人家的面容 显得非常壮严 就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老和尚 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要忘记来接我们 他老人家连声地说 接接 语气特别坚定有力 说完这一句 老人家笑到面上好像 盛开了一朵美丽的莲花 这个时候 我忽然间 闻到一阵奇异的香味 就下意识地 看下四围 是否有什么花开了 见到树上的枯枝败叶 我才猛然清醒 静直寒冬 怎会有什么花开呢 并且 这些根本不是花的味道 我准转头 照顾 正在那儿拍照的曾居士 你有没有闻到啊 他们几位都不约而同地说 闻到了 香味持续了大约三分钟 在老和尚身边的几位居士 也同时都闻到 这个来自远方 又更在当下的妙香 真是 游言心会 妙处难与君雪 老和尚 和我们依依色别的样貌 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令我难忘 我们走到车边 老人家也都送到车边 我们几个人再一次向老和尚顶礼告别 老和尚大声地说 要念佛啊 其他都是假的 我每日三点钟起身拜佛 在佛像前念佛二十分钟 跟着要佛 然后再坐下念 有时出声 有时不出声 更多时候是默念 佛 时时都在心中 或者 为了令我们记得更加深刻 老人家再一次叮嘱我们说 什么时候都不要跟别人添麻烦 平时他们帮我捕饭 多也好 少也好 我都不会出声 捕多少就吃多少 如果不是 别人还要走来走去 我不愿意麻烦人家 我不愿意麻烦人家 我指了一下他老人家的心口说 你这样做是不增不减啊 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们几个人 又逐个把自己的名 向老和尚 报了一次 好像 唯恐被老和尚 遗忘了那样 这个 是海燕老和尚 今生 在这个世间 和我们最后的相见 和最终的约定 我们坚信 老和尚 都一一记住我们了 鼎礼言公上人 我叫荣博 你要记住啊 不要忘记到时来接我 因缘生岸 南无阿弥陀佛 善国财 中山财有云 同欲者相争 同优者相亲 言公同正空老法师 平生素未谋面 因何见到 憎赞憎一书 却欢喜避致 思来其实不难理解 敢得天人赞叹 亦是不足为奇的 去年到同伯山 搜集言公生平素材的时候 就有荣博居士的参与 其人正知正见 绝无妄言妄行 他们一行人为言公送去 憎赞憎一书 这无疑是存在着历史性意义的 老法师讲经时已经给予认证 阿弥陀佛说要借言公表法 应该是特指此事 妄语乃是佛门根本大戒 言公既以答应接人 断言不会失信于人 但是我背当知 极乐原是众生为心淨土 自圣彌陀 正如中风三时系念有云 黄金被昼夜上睡 唯许行人独毁 白玉毫古今不悔 全凭愿者成当 正空老法师讲起言公最后的表法时 曾经这样为我们开示道 老和尚的表法和我们证明 第一 夏连居老居士的回习本是正确的 不应该怀疑 第二 黄廉祖老居士的习注也是正确的 是正法 第三 肯定我们依二三十年弘扬匯习本 依照这个本子来学习没错 我们学习《大圣无量寿经》科著第三回圆满 凯然老和尚九十二年的表法为我们做最后的总结 《无量寿经》是世尊和年宫大使为我们示转 劝转 黄廉祖老居士的注解是劝转 凯然老和尚是作正转 三转法轮都在我们面前 我们能够不信吗? 此生尊为表演来 公告人李修远 夏连居老居士曾经说 《逐世无如念佛好,此生尊为大经来》 在学习了上海夏连老和尚的新平事迹后 我觉得对他老人家而言 真正是《逐世无如念佛好,此生尊为表演来》 早在2011年就有善知识给我看了 关于海燕老和尚日常生活和修行的视频片段 我真是业障极其深重 当时竟然没有什么感觉 只是觉得老和尚很普通 除了很长寿 身体很好之外 没有什么特别 现在 学习了记录他老人家身平事迹的光碟和文字资料 尤其是听了上证下空老法师多次对严工老人家的极力赞叹之后 才发现他老人家真的并不像我以前所认为的那么普通 我认为他老人家 我认为他老人家今生不是为成佛而来 而是专门成愿为众生表演而来的 正空老法师在讲经时经常会讲到宋朝的刑科法师 帝贤老和尚的弟子窝楼像 和王中昌居士的事迹 他们都为世人证明了念佛成佛的真实不去 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不能够好像窝楼像这样三年如一日 念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再接着念 也不能够好像王中昌居士这样 进行长达近三年时间的闭关念佛 更不可能好像刑科法师这样 以极强的愿力三日三夜精进成就 既然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能够好像这三位大德这样去修行 那最适合我们大众的修行之路应该是怎样的呢? 佛菩萨慈悲 严公老和尚以他九十二年的亲身示范 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 老人家就是告诉我们 佛法不坏世间法 在正常的工作与生活中 只要能不停地积累往生资粮 一句佛号系念不断 假以时日 一切都会自然地水到渠成 那在看似平常的生活中 严公老和尚是怎样不停地积累往生的资粮呢? 通过学习我发现了两点 一是心扎人根 二是佛不利心 他老人家自有孝顺 出家后更是为大众示现了孝亲尊师的好形象 一生行仪 临来尽致地为我们演绎了 瘟、良、功、劍、酿 这些都是做人的根本 亦是往生必备的条件 老和尚九十几年 一直保持默念阿弥陀佛圣号 勞动念佛两不悟 甚至在文革期间 虽然不允许念佛 他老人家仍然在心里默默地念 总之 他老人家一生的行词 符合三规、五戒、三福、六和、三学、六道、十大愿和 完全符合《无量寿经》第六品 法大誓愿 第十八愿、十九愿、二十愿 第二十四品《三贝往生》 和第二十五品《往生正恩》所说的《往生条件》 可见 延公老和尚是甚至正宗念佛法门 简单易行 而又不悟世间事务的殊性 在敦伦晋份的前提下 九十年逾一日的劳动生活中 《时刻不忘》 《往生极乐》 《亲近彌陀的目标》 《发菩提心》 《一向尊念》 最终原本解决了《了生脱死》的大事 他老人家为我们示现的修行方法 具有极其普遍的教育意义 对任何人来说都行得通、做得到 夏连居老居士是为成就《无量寿经》 回习本义利 黄念祖老居士是为注解《无量寿经》回习本义利 《正空老法师是为宣讲《无量寿经》回习本义利 《凯然老法师是为表演《无量寿经》回习本义利 这些都被我们遇到了 这个真是稀有难逢的成会 那我们不禁要问自己 我们今生是为什么而来的呢? 惭愧没学 愿与全球学长一齐 不负佛菩萨的慈悲护念 珍惜稀有恩怨 读读《夏连老的无量寿经》回习本 研习《黄念老的无量寿经》回习本注解 恭听《老法师的无量寿经》回习本讲解 好像研工老和尚那样按照无量寿经回习本 踏实修行 坚定信愿 誓生极乐 此生专为《无量寿经》回习本的 信、解、行、证而来 阿弥陀佛 因缘生案 南无阿弥陀佛 六祖能大师解药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国 离世密菩提 犹如尋吐国 正如李居士所言 研工最为可贵的就是为大家做出了 不离佛法行世法 不费世法正佛法的榜样 令各行各业的学佛人 都不会再为无时间专门念佛而烦恼 同时也坚定了学人念佛成佛的信愿 不再认为往生是遥不可及的水月空花 亦令社会大众对佛教有了正确的认识 知道原来佛教不是教人消极避世 而是教人用出世的智慧去做入世的事业 所以说 研工表法金正事事 师父上人说 研工的事迹会影响活法九千年的众生 应该是丝毫都无夸张 而今番末学将此文收录于此 相信亦十分适宜 皆为无上菩提本 公稿人吾性法师 惭愧后学 吾性在反覆拜读 来佛三圣永诗集一书 同观看延工和尚佛门榜样的光碟后 深深感到延工老和尚一生的示演 正正观察了释迦牟尼佛的遗教 以戒为师 以虎为师 是佛门自戒的典范 学实值得四众弟子 揭成效仿和倾力学习 世尊在《大方讲佛花言经》里面明确指出 戒律是我们一生学佛成佛的根基 戒是无上菩提本 应当举足慈正戒 若能举足慈正戒 一切如来所赞叹 十方三世诸佛 无不是恩戒得定 恩定开慰 纵观三藏十二部经典 哪一部经论 没有强调戒律的重要性呢? 佛的说法和做法 都是提醒我们学人 应当重视戒律 学习戒律 严持戒律 四分栗山凡宝缺行事抄 徐阶识相篇第十四 有说到 疲离藏者佛法寿命 疲离藏主佛法方主 疲离译成中文是善字 律的意思 疲离藏是三藏之一的律藏 尚弘下赞律师在 《沙美律2》要略增著上篇 戒律们 告诉我们 防非止恶是戒 处理决断戒条的轻重 和开遮慈犯是属于律 作为出家人 至少要落实 沙未十佳 从不杀生到不足词 生账金银宝物 这十条佳 是三性圣人修行成佛 所必须要走的一条康庄大道 这是出来轮回的阶梯 是正得涅槃的门户 我们在延公磨想佛门榜样的 光点中看到 延公长老的尊堂 从小开始食素 并辞之以行 直到1957年 以86岁的高龄念佛自在往生 延公长老自幼 已遇目掩 在菩萨母亲的分图下 发心出家 且终身余素 绝非偶然 实是必然 即使在最艰难非常的时期 延公亦慈悲依然 坚持不食众生育 所食的都是肉边彩 不单止是这样 老和尚还很多时主持放生意识 救拔了众多的生领 慈心不杀 这一条街 延公长老做得是如理如法 一位张居士曾经知性地 供养了延公长老一只戒指 老和尚即刻欢喜地 将戒指戴在手上 等张居士一离开 他马上脱下戒指 交给其他居士 老和尚这种做法 完全遵循世尊教导出家人的 不足持生账金、银、保密这条街 释迦牟利佛当年规定 出家仲只接受信徒的四是共养 也就是衣服、饮食、饿具、医药 这就是教导我们 出家人不可以拥有任何金、银、财保之物 为何出家人不能拥有这些财产呢? 因为他会增长我们与生俱来的贪心 所以他会妨碍败坏我们修行的道业 贪是投生轨道之根 爱是生死轮回之本 一切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的教学目的 究其根本就是为了帮助众生彻底断绝 写生受生 因此佛陀严格规定出家仲 一定要远离世间的明文离阳 佛要求弟子统统做到这一点 当然佛自己也先做到了 透过世尊不接触金、银、财保的举动 我们看到的是佛世尊的清静无掩 以及演绎到极致的高峰亮智 我们凡夫一旦触摸到钱财 不单止是不知不觉中 产生积蓄它、佔有它 控制它的强烈欲望 还会被它慢慢侵蚀 掩污我们本智具有的清静 随之而来就是摧毁我们高尚的德行 佛制定的戒律里面 明文规定出家人不得持有任何财宝 凡是信众供养的财物 法师都应该即刻转交寺院上住 厌公长老从来不积蓄钱财 信众供养的红包 他都拿去印经和放生 从来没有拿来自己享用 正宗第八祖念慈大师 在沙微律义要略争住 下篇威仪门教导我们 威仪 是只有威可谓 有仪可景 由于出家人能够厌持政界 他的种种凡行也都圆满举足 因为出家仲具备堂堂的曾相 为嫌的众得 所以令人可谓 和出家人的日举一指都合乎法则 仍于爱的意表温和 宿正 端正 所以千令人可敬 佛门的这些威仪 不但成就了出家人的道品 而且亦是一切仁天的诗表 真正法心修道的出家人 是内怀狮子之德 外焰障王之威 不但仁天赞养 侍奉神龙护法 亦又憧憬音符 佛在《花炎经》上说 具足授慈威仪教法 能令三宝不断是也 廉慈大师编辑的沙薇律仪要略 一共有二十四门威仪 这些威仪不单止是所有沙薇每日 应当遵守的规则 亦是出家人出来生死轮回的第一个台阶 我们从纲碟里面可以学习到 现功长老哪些令人仰叹的威仪 老和尚一生没有做过惊惨佛事 毕生修学的法门仅仅是一句阿弥陀佛 就是这句阿弥陀佛 老和尚老老实实地念了足足九十二年 而且预知时节,身无病苦,自在往生 平时老和尚除了劝大家一心念佛 求生淨土之外 从来不传授其他修行方法 在沙薇律仪要略增注下篇 第八归而满 世尊教导出家中 不得简应辅导长经习学 净惨是如来无常法宝 我们认真地受词一句一解 可以灭除自己的罪业 增长自己的福德 永为菩提种子 如果利用法宝来谋取世间的财利 那是极为可悲可痛的事情 假如有在家大德 来到致苑请求法师读经 目的是想要获得福德 回向给阳上或者已经往生的家亲捐数 佛只允许备休为他们读诵解诵 就愿最多为他们背诵一部经典就可以了 这样做足以利益对方 所以佛们绝对无所谓认负之事 更不会将诵经念佛当作事业 生意来做 在干碟中 我们看到在2011年7月23日 研工长老和网上一样 顶着烈日在宿米地除草 到了下午3点钟 老和尚太累了 就在塔院的大门楼下饮水 又吃 只见老和尚右手枕着头 左手放在腿上 整个身体又怯而我 这种碎我的姿势 同沙微律儿要略争注下篇第十四威儿门 完全上映 佛陀规定出家中 睡下来休息时 必须保持 诱协我 这种我法称为吉祥睡 出家人 不可以仰我 服我 或者阻协我 遂我 遂我时 我们应当先安放一个枕头 或者曲轰为枕 不可以将头直接贴在脊上 仰我是阿修罗的恶法 服我是恶鬼的恶法 阻协我是贪欲人的恶法 出家的沙门应该仿效 狮子王的恶法 亦就是 诱协我 这种碎我的好处 会令我们身无吊乱 不失正念 睡得亦不沉 更不会发噩梦 所以 诱协我被称为吉祥水 世观延宫长老生平传记的光碟 令悟性感慨瞒迁 自己是何等幸运 在当今逐恶到极处的时代 还能够看到一位112岁的高曾大德延伸说法 为我们真实地示宴延伺正解 老实念佛 老和尚教导我们学佛 成佛的缺销就是要老实听话 真干佛的遗分以戒为师 以虎为师 他原本这样做到了 现功长老不识字 没有读过戒经 也没有听过律学讲座 竟然能严守律义 令我们后学 不能够不佩服他老人家 属世累积的深厚膳根 福德和恩怨 对于师傅尚存下届长老的开示 现功老和尚无一丝毫怀疑 完全焦造 是一个真正可以承传大法的根起 正因为严功长老之道 厌持戒律能助他早日成就 念佛三会 所以对佛门的规矩 尸毫都不敢抹肤 举手头足间都表现出他十分的诚心 和十足的敬意 佛在《花严经》上说 戒是无上菩提本 应当举足慈政界 身为佛门弟子 不论出家法师 或者在家居士 进入佛门的一件大事 就是受戒 而佛教徒的本分 更是以慈戒两治作为准则 《佛为教经》记载了 释迦牟尼佛的一段教会 《余等比丘》 《余我灭后》 《当尊重真经》 《波罗提目叉》 《余音于名》 《贫人得保》 《当至此则是余等大师》 《波罗提目叉》 是戒律的三种名称之一 译成中文是 别解脱、处处解脱、随信解脱 从世尊的开示当中 我们知道佛弟子如果能够以戒为师 而且持戒清静 佛法就能够长久住世 如今港位流通的《波戒基》 是由台湾暴力政局征社的 注持尚果夏清律师 副注持尚天夏恩律师陆制的 这两位律中大德宣说的 《戒学》讲座专辑 包括出家戒学篇 和在家戒学篇 对于法心、言学戒律 和威仪的四众同修来说 是极大的福音 只要我们以真诚心、清静心、 恭敬心理学习 肯定受益量多 因缘生案 南无阿弥陀佛 佛家在传授三壇大戒时 经常会念起这样一首传统诗计 《戒为菩提本》 《律得南山中》 《清静三世业》 《得诚言胜增》 《佛陀佛陀》 《佛陀临终遗教》 《自然意义重大》 《佛陀佛陀佛陀》 《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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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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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二年春 末學陪同幾位學友 一起去到來佛寺 賢宮老和尚正坐在療房逢衣服 末學直接進去要向他老人家鼎禮 老和尚攔著我問 拜佛了嗎? 我說還沒有 老和尚指著地上的葡萄說 你先拜佛 我於是就將蒲屯移到老和尚療房的佛像前 鼎禮三拜 老和尚看著我拜完啟定之後 笑笑口地說 我教過你怎樣拜佛 你還是未學會 拜佛要像哈馬 背脊要放平 我馬上向老和尚鞠躬 向老和尚保證說 我記住 以後拜佛一定達到標準 老和尚連聲說 好好 然後又故意跟我解釋說 哈馬就是青蛙 引到我們不停地大笑 看到五聖法師的文稿 末學非常感動 所以才斑門弄斧 不顧自身淺漏 妄自對戒律 已輪了一番 末學修錄此文時 曾對文字重新整理 然後其請五聖法師鑑定 法師不但欣言接受 而且對文稿又進行了一番 更加精細周密的修改 他的屢落胸襟和嚴謹的自學態度 實在令末學非常感佩 尊敬的師父上人曾對此文點評說 聽了五聖法師的學習報告 我想大家心裏都感到非常歡喜 說明可言老和尚一生的表法 這種辛苦是值得的 能夠令很多很多迷失方向的這些佛子 終於覺悟了 回頭了 回頭是岸 要真正回頭 所以我勸道大家 喜歡讀經的就讀這個小冊子 不喜歡讀經的就看光碟 一日要三篇 一年為期 為甚麼要一千篇呢? 古人教我們 讀書千篇 其易自然 一年的時間 一日看三篇 念一萬聲佛號 這一年就將基礎紮穩 根紮下去 這是甚麼根呢? 必定是得生淨土的根 憑甚麼你能往生呢? 就憑憑這一年 就憑憑這一年 這個根就決定得生淨土 這個是剛剛開始就有這麼好的反應 繼續不斷下去 這一種善根福答 會愈愈增長 恆解相應 果治成 圓滿具足 圓滿具足 普然行 和文殊治 第二 在中國的四大菩薩中 普然菩薩 代表實踐 能夠將孝親尊師 慈悲 慈悲 落實於生活 工作 及處事 二代人接物之中 稱為普然菩薩 在花炎會上 普然菩薩 是花炎長子 其最高之德行 是十大怨王 賭歸極樂 因此 她是娑婆世界正宗初祖 普然十大怨王內容是 一者禮敬諸佛 二者稱讚如來 三者講修共養 四者懺悔業障 五者徐喜功德 六者請轉法輪 七者請佛住世 八者常徐佛學 九者行信眾生 十者普佳迴向 一 言公和尚的禮敬諸佛 花炎驚雲 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得上 因此 極樂世界人人都是禮敬諸佛 海賢老和尚對諸佛的禮敬 首先體驗在她對母親的成效 對老師的恭敬 並且 並且 並且將此真誠恭敬 擴展到對待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從而 從而 真正體驗 從而 真正體現 普然菩薩 禮敬諸佛的行詞 言公將母親接到同伯山道效養 此乃養父母之身 言公一生 認真奉行母親對她的教誨 為人要和善歡口 千萬不要作惡做罪 此乃養父母之心 言公護持母親 精勤念佛 直至母親自在往生 此乃養父母之志 所謂 父母離塵舊 指導方成就 言公幫助母親 脫離三界六道輪迴 往生極樂世界 是進了為人子之大孝 是真正的禮敬諸佛 言公一生 自成尊守恩師 相傳下界老和尚的教誨 一句佛號念了幾十年 吳轉彎 這是對全界恩師自誠自真的禮敬 言公在文革期間 冒著生命危險 力盡磨難 妥善保存全界師的靈骨 並且在文革結束之後 重新將師父的靈骨 起塌 安葬 這是他對全界恩師全法恩德的自成回報 大家從來沒有見過他老人家發脾氣 也沒有見過他毀謗輕視任何人 正公恩師教導我們 從禮職佛來講 一切眾生都是佛 不單止有情眾生是佛 無情眾生亦有法性 法性和佛性沒有差別 所以動物是佛 植物是佛 礦物也是佛 因此禮敬的對象 包括十法界一切有情無情 在寺院內外 言公見到有貓、狗等小動物來回出入 就將貢果、食物分給他們吃 並且叮祝大家不要打、不要傷害他們 言公還親自栽種名為七點半的稀世奇花 這些都體現了 言公對有情無情眾生的真誠禮敬 正公恩師教導我們 對善人、惡人都要恭敬 無論是尊重我的人 愛我的人 亦或是誤會我的人 委託我的人 陷害我的人 都要一律平等、真誠恭敬 因此 多年前 電工無理強行收費 還打了賢公兩巴掌 賢公說 忍下算了 忍得就心中安樂 他打我 就當幫我拗痕了 口水吐到面上 就當洗臉了 同人不爭高論低 就沒有煩惱 忍者自安 這就是普賢行中 禮敬諸佛的真實體現 因為普賢菩薩是正得發身的菩薩 普賢就好像母親一樣 對待一切眾生 即使是迷惑顛倒的眾生 都絲毫不改他的真誠恭敬 正恭恩師教導我們 學佛就要從禮敬學起 以真誠心收禮敬 清淨心收禮敬 才能夠入門 二 賢公和尚的稱讚如來 禮敬諸佛是從相而言 稱讚如來 則從聖德而言 因此 與聖德相應的要稱讚 與聖德不相應的就不稱讚 《花炎經》中的 《善才童子》五十三參 就是很明顯的表法 賢公和尚曾經同 中門高增海墨法師、海原法師、體光法師 在塔苑寺結勞共修 海墨法師喜言驚教、擅長演說 後來閉關念佛、愚智時智、呼助移植 提光法師、根性非凡 曾經親近過虛魂老和尚 深得加許 被公認為是得虛魂老和尚深印者 海原法師、才智超群 一生持眾靈嚴經、禪症雙修 以九十六歲高齡、安長視直 塗皮後 檢得五彩舍離近兩千粒 賢公每次提及此往事 無不極力讚嘆三位法師的修持功夫 這就是賢公稱讚如來的體現 賢公老和尚此生最後一個表法 就是表增賺增這個法 2013年元月十三日 當地居士帶著若要佛法興 唯有增賺增這本書去探望賢公時 他好像看到盼望已久的寶貝一樣 無量的歡喜 他馬上穿袍搭衣 拿著本書 主動要求別人跟他拍照 表了這個法三日之後 他就安長自在地往生了 這是賢公為我們做正傳 有居士問 老人家,你知不知道正空法師呀? 怎知從未看過光碟的賢公讚嘆講 他是大智慧人 並在山告誡學人 一定要善惡口業 千萬不可毀謀聖言人 說話講得口滿就不好了 佛門弟子互相讚嘆 是佛法興旺的氣象 如果互相批評、自讚為他 那就是佛法衰滅的現象 這是賢公以其最後的新行研教 告誡佛弟子 一定要能夠稱讚如來 警示我們 若要佛法興 唯有增讚增 三 賢公和尚的廣修共養 廣修共養是以平等之心 共養諸法菩薩以及一切眾生 因為一切眾生本來是佛 普言菩薩是以真誠之心 共養父母、師長以及一切眾生 眾善恩得善果 財共養得大財富 法共養得大聰明智慧 無謂共養得健康長壽 葉恩果佛絲毫不爽 海賢老和尚盡其一生 都是歷行廣修共養 三種共養圓滿具足 他的財共養是以內財為主 愛財兼之 賢公曾開墾個十四片荒山 幫助修建個十一處道場 他非常勤勞 做什麼都不省力 凡是擔水、洗菜、煮飯、洗擦煲碗 各樣都做在前頭 更將寺院上下、內外 甚至廁所都打掃整理得乾淨無染 令人置身於書心的環境之中 就連師兄弟的衣物、佛式和致院法器 都及時予以清洗、整理 這些都是賢公、內財共養的體現 難怪全介公當年對弟子經常說 可言是在實際生活中收佛呀 這樣最難得 居士供養賢公的錢 他會全部留給所在的寺院或者佛堂 作為放生或者印經書的資金 八九年 國家遭受洪水災害 賢公將致院僅有的 自己耕種的一千二百斤糧食 賞交國父 分文不取 這些是賢公、愛財共養的體現 賢公的法共養 是以一生的新行燃教做表述 以勸化大眾念佛為要子 在在處處隨緣開示 被我們無盡反思 他經常說 念佛念到一定時候 無論幾時都是念佛 你看到我在這裡做事 我心裏面還在念佛呀 即使是在往生前三日 賢公還不忘叮囑學生 要念佛呀 其他都是假的 並且說 我每日三點鐘起身拜佛 在佛像前念二十分鐘 跟著繞佛 然後再坐下念 有時出聲 有時不出聲 更多時候是密念 佛時時都在心中 賢公是收無謂共養的好榜樣 賢公外老敬老 所以自己才能夠得老 他孝親敬師 有愛師兄弟 不慈年老 遠赴廣州 為海慶法師裝飾今生 早年 致遠無香火供養 幾乎是賢公一個人生勤勞作 供養五個年老體虐的老和尚 直到他們一個個往生 無謂共養的果報是健康長壽 所以即使賢公已經一百一十二歲高齡 他仍然思維敏捷 身心康健 不單止生活能夠治理 還可以堅持農田勞作 四 賢公和尚的懺悔業障 張家大師曾經講過 懺悔業障要用真誠心 恭敬心 一定厚不再造 此乃真懺悔 真正懺悔要真放下 真放下的先決條件就是要真看破 賢公和尚一生是真正看破放下了 他沒有豪言壯語 從來不做驚慘佛事 但是他無論閒忘 佛號從不離口 懺悔業障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往生淨土 阿彌陀佛建立極樂世界 是將所有一切惡源通通斷了他 因此極樂世界是盡善盡美的世界 賢公說 我沒有翻過一日學 不懂得一個字 上山剃道之後 師父就教我只念阿彌陀佛 教我明白了不要亂講 不可以講 不要指手滑腳 我現在百幾歲了 要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 老佛爺阿彌陀佛 是我老和尚的根 我向老佛爺求過幾次 要跟他去 但是老佛爺都沒有給我跟他去 說我修得好 再多活兩年 做個樣給大家看 延公就是憑著老實聽話 真幹的真實修辭 真正具足往生淨土 殊勝無比的善根福德恩緣 今番根據此數端 即可體現現公和尚行詞之中 所彰顯的普言行 至於普言十願後面的 徐喜功德 請轉法輪 請佛住世 常徐佛學 亦集中體驗在延公和尚往生前 首詞若要佛法興 唯有增賺增 為正土大經 以及正公所宣演之佛法 作正轉 恆順眾生表現在延公和尚 接受供養 自己卻分文不取 而且不留戒指拐掌等 在生活行詞之中 普佳迴向 表現在延公和尚 爬上自己的石塔 用手撥去厚厚的積草 坐在塔頂 夕陽下深深地迎望西方 帝子感受到 感 正是延公將自己一生的普然行 全部回向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之體現 凡此種種 不一而足 在此 暫不一一長述 黃念祖老居士 在科書中指出 《普然十大怨王》 正是彌陀大怨至第三十五怨之廣演 《彌陀》第三十五怨愿文中有 《修菩提行》 《行普然道》的經文 以此證明 《極樂世界》是普然菩薩的法界 《極樂世界》 《無量無邊一切菩薩》 《極諷普然大事之德》 由此 我們能夠深深體會到 賢宮和尚同阿彌陀佛 普然菩薩同心同怨 同德同行 祂就是普然菩薩之慈悲化言 我們應當學習研功 效法研功 亦盡己之力為無量授經 為正土法門做正傳 放不負這位八歲老人的慈悲示宴 普然菩薩解雲 願我臨欲命中時 進隨一切諸障礙 面見彼佛阿彌陀 值得往生安樂茶 文殊發願經文 願我命中時 滅除諸障礙 面見阿彌陀 往生安樂茶 普然與文殊兩位大士 發殊聖大願 求生極樂 念功註魂 可勸一切菩薩 皆仰信文殊之大志 入普然之大行 普道眾生 同歸極樂 終上所述 言功和尚 以自己一生的真實羞恥 真正實踐了十大願王 普然之行 是我等下如凡夫的良師益友 是沒法九千年正中學人的絕佳榜 願我等同倫 效法普然之行 圓滿民殊之志 以言功和尚為榜樣 信願念佛 求生靜土 真正往生極樂世界 一生圓滿成佛 因緣生安 南無阿彌陀佛 開吉法師在文稿中提到 言功供養五個年老體虐的老和尚一事 言功生前曾經講起 因為當年曾經有大班土匪 冒充軍隊去到雲台寺 普化寺和保安寺搶劫 驅逼僧人離子 年青僧人紛紛散去 留下幾位老弱僧人無力下山 言功於是 就將他們接到塔院寺照顧 抹學在通過同柏山的相關資料得知 這件事發生在一九四八年春天 清梁國師花炎經疏抄有魂 有解無行增長邪見 有行無解增長無名 大師是在此境界學人 唐若偏重於解 就會很容易認是為非 還自以為是 假如偏重於行 因事理不明 就學不出樂趣 反而會加重煩惱 所以解門和行門是物不可分的 知貴子彭濟清大居士 在無量壽經喜信論曾經說 不到民殊至海 難入普然行門 可見無智慧是不可能行得圓滿 而偶益大師註解論語時也說過 說得一象不如行得一尺 就是教導我們 學者貴在微言不行 不加力行 就無什麼真實智慧可言 充其量是學說話而矣 2008年春 末學第一次拜見齊素萍老菩薩的時候 老人家就鼓勵我說 有解又有行 花果自然成 末學至今回憶起 依然無盡感恩 開吉法師心如大地 行如成脈 此文足詞備士 開口見心 末學修錄此文之時 曾其請法師對其中的語病認真做修正 還希望之前見過這篇文稿的諸偉人者 切勿建議 師父上人曾經對這篇文章這樣評價 開吉思的報告 開吉思的報告很感動人 大聖教裡 文殊表至 普言表行 在花炎經上 普言排在第一 如來掌子 文殊排在第二 稱它為樹藍 樹就是第二個遺次 它兩位是分不開的 排名先後也是表法 代表花炎是以行為主 解是幫助行的 行是主要的 行的崗嶺就是十大怨王 前面四個 他講得很清楚 重要的就是前面四元 禮敬、稱讚、供養、懺悔 真正懂得這個意思 依教奉行的人 尤其是修正土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 如果真正將目標定在極樂世界 非去不可 不去 來生就是三途 將這件事情擺在我們眼前 給自己選擇 就不至於鞋台 不至於拐彎 可言是我們最好的榜樣 一句佛號念到底 真信、真願 所以成就圓滿功德 這個法門人人都能夠收 人人都能夠成就 難在哪裡呢? 難在難信 真是難信 信了之後 一定認真去做 第二個難在什麼呢? 鞋台 特別是遇到挫折 精神提不起來 這個時候容易退轉 容易墮落 用什麼方法呢? 我教同學 每日將光碟看三片 防止這個問題 時時刻刻提醒自己 好榜樣在眼前 日日看它 日日去體會它 一片比一片深淫 很多同學 照這個方法去做了 告訴我 效果非常好 學法最重要的 就是真誠、清淨、恭敬 有這三個心態 再真正加上老實、聽話、真感 沒有一個不往生 而且往生品位都高 無論出家在家、男女老少、各項各業 沒有一個不成就 所以可言老和賞這個表法 往生之後的功德大 我們要認識 我們要替它宣揚 令大家都用這個方法 一生當中圓滿成就